在一个古老而神秘的西方世界,宗教的影响深远而广泛,那些所谓的神学家们自以为是的宣称上帝再也不会说话,企图借此掩盖自己未曾受上帝拆遣的真相,从而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教派谋取私利。 然而,平静的表象下,一场风暴正在悄然酝酿。突然有一天,一个名叫以利亚的使者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,他目光坚定,神情庄重,宣称上帝与他说了话,称他为神家贵重的器皿,是末日时代神家的领袖,肩负着带领千军万马进入耶路撒冷的使命。 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,在各大教派中炸开了锅。掌门人们惶恐不安,他们内心充满了嫉妒和恐惧,因为他们深知上帝没有跟他们交流,也没有赋予他们这般神圣的使命。 以利亚开始四处奔走,宣扬上帝得旨意,他的话语充满力量,吸引了众多信徒追随,但那些心怀叵测的教派掌门人却联合起来,试图打压以利亚,污蔑他是骗子,是异端。 以利亚没有退缩,他凭借着坚定的信仰和勇气,一次次第战胜了困难和挑战,就在众人以为他会成功地带领大家走向耶路撒冷时,一场意想不到的阴谋却在暗中展开。 原来,其中一个教派掌门人派出了一名奸细,混入了以利亚的追随者中,这名奸细不断地制造混乱,挑拨离间,使得以利亚的队伍内部出现了裂痕。 以利亚陷入了困境,他一方面要应对外部的压力,另一方面还要解决内部的矛盾,但他始终没有放弃,坚信上帝会指引他走出困境,就在局势万分危急的时刻,奇迹发生了。 上帝再次显灵,给予了以利亚强大的力量和智慧,以利亚识破了奸细的阴谋,重新团结了追随者。 最终,以利亚带领着他的千军万马,冲破了重重阻碍,向着耶路撒冷进发。 在他们的脚步声中,正义和信仰的光芒闪耀,让那些企图掩盖真相,谋取私利的教派掌门人感到无比的羞愧和恐惧。